好的,这个谢谢公司网的这个珊珊 谢谢各位听众 我今天呢,再次 我今天呢,再次给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吧 就是漫谈苏格兰的知详与文化 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当然大致有两个原因吧 第一个呢,大家可能也知道 我呢,这个最近这些年 对英美思想,尤其是苏格兰思想 非常感兴趣 一直与诸位朋友一起推进 苏格兰启蒙思想 在中国的翻译传播 以及思想的这么一个研究吧 这些年令我高兴的是 在中国的思想界和公共舆论界 大家对于以前较为陌生的苏格兰的启蒙思想 以亚当之密 达威修默他们所代表的 那种 海克所追溯的那种自由主义的源头的 重要的一个源头 或者一种保守的自由主义 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使得我们对于西方思想中的诸多思想流派 对自由主义 导主主义 以及激进主义的各种思想派别 思想源流的这种梳理和认识 通过我们对苏格兰启蒙思想的这么一个研究吧 这么一个了解吧 大致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脉络 使得我们对于西方思想中的诸多思想流派 对自由主义 导主主义 以及激进主义的各种思想派别 思想源流的这种梳理和认识 通过我们对苏格兰启蒙思想的这么一个研究吧 这么一个了解吧 大致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脉络 我也看到 这个好多读书群 都建立起了一些对于苏格兰思想的一些经典著作的解读 也有些这个朋友组织起一些 这种旅游 就是学术旅游 到苏格兰思想的发源地 去参观 去浏览 去感受 所以呢 所以呢 我觉得 我在此呢 给大家 这个 来 谈一下这苏格兰思想 我觉得还是 比较有必要的 也是令 我感到高兴的 这是一个原因 原因呢 就是说 我还说起来啊 也是 比较惭愧 这些年虽然我一直是对苏格兰思想对英美思想多有倡导 也到过欧洲到过英国也去过多次 但是呢 以前啊 一直没有 这个 到苏格兰的本土啊 一直没有去过 所以呢 毕竟没有感受到那种思想的气息 所以呢 这个 比较巧的是 我在今年的十月份 有机会到苏格兰去 啊 溜达了大致二十来天吧 啊 深刻的感受了一些苏格兰的这种思想的氛围 亲身的呃 这个 这个 领略了苏格兰 嗯 呃 这个 它的一个气息吧 思想的气息吧 这二十来天 我大致 在爱丁堡 嗯 待了十多天 啊 又到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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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拉斯哥 到了 圣 曼德鲁斯 以及周边的一些地方 多有参观 多有浏览 多有这个感受 所以呢 我想自己也是在这个 二十多天的这个浏览中 也有了一些感性的认识 加上我以前一直对于苏格兰思想的一些研究吧 这样的话呢 就有了一种感受 或者一种一种体会 所以呢 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子 我的一些认知 一些感受 一些体会 这个都是一些对我来说 也是比较新鲜的 也是比较有触摸感的 也是恰好呢 因为我去的这个十月份啊 也不是他们的旅游的圣经 天色也比较 稍微有点寒冷了 英语埋埋 英语绵绵 这个 但是 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一种 稍微寒冷和英语的天气 然后在这个街头 在旷野 在小巷 漫步 城市 这个还多有一番 也有一番这个 感受吧 所以呢 这个我回来之后啊 就想和大家聊聊 而且呢 我这个主题呢 不止今天 给大家交流过 在此之前 我曾经在这个浙江大学 哲学 华东师范大学的 一个哲学的一个会议中 还在这个上海的一个企业家的群体中 也给大家聊过 也谈过 所以呢 这一次 有机会 给我们共思 这个 群友的朋友们 做一个分享 我觉得也是令我感到高兴的事情 这个就是一个开场拍吧 我这次大致谈的主题呢 不是一个纯粹的思想的一个论书 也不是一个完全学术化的一个东西 我想这些东西 大家可能文字阅读更好一些 我这次谈的一个题目呢 大致是漫谈嘛 为什么叫漫谈呢 就是希望我这次啊 能够 哦 把这个 我所感受的苏格兰思想的这么一个全貌 做一个沟通 做一个勾勒 呃 试图呢 呃 使得 无论去过的还是没去过的朋友们 阅读过 还是没有阅读过 苏格兰思想的一些著作的朋友们 对苏格兰的 整个的思想氛围 对为什么呃 苏格兰思想值得我们重视 为什么在中国当今的思想舆论界 在我们的观念中需要呃 呃 吸收 认知 甚至接受苏格兰思想 对这些问题能有一个呃 呃 感性的呃 轮廓性的 但是又不思维是一个作为呃 大视野的这么一个呃 呃 启会和了解 所以呢 他不属于那种 经典原著的呃 逐章逐字的呃 解读 而是一个呃 这个一个框架性的 一种呃 全景色的一个勾勒吧 呃 但是由于时间关系呢 所以我和这个三三呀 做了呃 呃 这个 我们沟通了一下子 大致呢 我这个主题呢 准备讲三次 因为我也做了一个呃 提要 准备讲三次 才能我在我感觉上 才能大体上 对这个苏格兰的这个思想啊 能有一个较为充分的 这么一个一个呃 呃 介绍 所以我们准备分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今天 主要要讲的 呃 是属于苏格兰的 政治 法律 与 教育 或者与社会 这是一个 我们理解苏格兰思想的一个 一个背景吧 尤其是 把他苏格兰的这么一个历史过程中的 政治 法律 与社会的一个 错误的情况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那么我们就会知道苏格兰思想 它 既有一种普遍性的东西 但是它也来自于 独特的苏格兰的这么一个 历史 传统 而社会 宗教 甚至自然 呃 地缘的这么一个 背景 这是我第一部分要谈的 第二部分就下一次呢 我准备给 重点给大家 谈一下子 苏格兰 启蒙思想 和苏格兰 启蒙运动 就是十八世纪末 十九世纪 呃 戳 这一段时间 苏格兰 他呃 一大批 呃 思想家 这个领域的思想家 就是 产生了一些重要的 思想理论 呃 可以说是大致一两代人 三十四年时间 三十到四十年时间 是苏格兰思想 乃至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 高峰系 那贡献出来的就是 呃 所谓的苏格兰的启蒙运动 以及他的启蒙思想 这里涉及到 政治经济学啊 道德哲学 政治经济学 呃 历史学 呃 他的这个社会 知识理论 等等 这是苏格兰 气功思想的 主要内容 这个 呃 这是第二讲讲 要讲的 第三讲呢 就是初时间 我再给大家谈一下 苏格兰的 文学与 呃 文化 这里呢 有 我们看到 和 呃 英格兰相比 苏格兰 也贡献了自己的 一系列的 呃 伟大的作家 还有 还有他的一系列的 文化人物啊 文学 艺术 等方面的贡献 尤其这里头 我还要谈一下子 我们中国 晚清以来 实际上和苏格兰的 思想文化 并不陌生 呃 在中国 在中国 也有一批人 这个 受到过苏格兰思想的影响 而且在中国 也是呃 传播 或者保持着苏格兰的一些 思想的 苏格兰思想的一些 基本特征 呃 这三位都是留学于爱丁堡 呃 他们的思想都具有着 某种苏格兰 思想的一种特色 特性 所以呢 这是第三次 要讲的 所以总的来说呢 这样三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苏格兰的 政治啊 宗教 社会 这为我们理解 苏格兰的思想 传统 他的政经 方面的一些 历史演变 呃 社会 基础 呃 做一个 呃 呃 背景 二个的集中就是18世纪 19世纪 说 苏格兰思想的最辉煌的一页 对不对 贡献了自己 呃 独特的 为人类思想中 共特了 独特的 贡献了自己 独特的 贡献 呃 形成了某种 呃 到今天依然有着强大影响力的 这些 形成的产品 第三个呢 就是 由此相关联的苏格兰 在文化 文艺 呃 呃 呃 这方面 也有自己独特的一些 呃 呃 相对来说的一个 大的 呃 全景式的一个了解 那当然 如果大家 有兴趣 呃 深入了解的话 那么最好你要读 细致的读 他们的著作 当然 能够 到那地方去 呃 小柱 盘缓 一半时光 感受下 他的思想的气息 认真 研读他的著作 那么 当然就更有意思了 好吧 这算 也算是一个开场拜 好吧 上面呢 我就 呃 作为今天的 呃 讲说的主要内容 也就是第一个部分 谈苏格兰的 政治 呃 宗教 与 社会 这个呢 当然我只能是作为一个 背景来谈 不可能深入的谈 因为这属于 历史学和政治学 呃 呃 法学的一些 教育学的一些 专题内容 但是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 任何思想 都不是凭宫产生的 都有着一些 呃 社会的背景 历史的渊源 我感受到 尤其是苏格兰 呃 思想 他和英格兰 思想 或者英美思想一样 他的 最大的一个特征 就是和他的 社会历史传统 和他的社会历史传统 有着这个密切的联系 呃 我这个 讲座的呃 一个副主题吧 或者一个 题目嘛 叫做北方不列颠 为什么 他能够成为北方不列颠 或者说最后 能够和英格兰 呃 一起合并 构成了整个的 我们今日说 呃 知道的英国 或者叫做 呃 不列颠联合王国 这些这个 这样的一个 呃 呃 所谓的英国 那么 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源源 就是 历史传统的 这么一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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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个历史的 传统的扭结 又不单纯 呃 只是 呃 这么 你好 我好 而是在 分身合合中 在打倒闹闹中 呃 这个所谓不自冤家 不巨头 那么呢 他们在这种 呃 历史的 传统的扭结中 纷争中 纷纷合合中 共同构成了 呃 英国的 历史的 和现实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理解 这个英国思想 理解苏格兰的思想 甚至理解英美的思想 我觉得 这个历史传统 呃 是一个最主要的特征 是 冶炼他们 锻造他们 呃 呃 的一个最 呃 主要的一个特征 呃 之所以他们 分分合合 那到 到今天 当然也有 分离运动 也有 公筹 等等 即便是 在今天 呃 或者在未来 他们 分离出去了 那只是一个政治 作为一个现在的政治 呃 国家或主权国家的一个 形态的分离 但是从传统 从思想 从历史 它是分不开的 嗯 它还是同样是呃 和是同样是连接在一起的 因为现在的呃 国家形态和智慧形态 它不从 不同于呃 早期的呃 近现代的这么一个形态 因为现在来说呃 祖先国家所占有的地位 已经越来越不重要 就像英联邦 他的呃 脱离了很多的英联邦的国家 脱离了呃 英联邦 脱离了英国 但是他们 依然在这个大的传统中 依然深受这种 英国所提供出来的 所塑造出来的那种制度 法律 习俗 甚至乃至金融 货币 呃 贸易 这方面的影响 甚至巨大的影响 构成一种文明呃 文明圈 文明的呃 联系方式 那这样 他们还是同样子 从一个大的字眼来看 还是呃 呃 衔接在一起的 所以 英格兰和苏格兰 呃 他们之间的分分合合 未来 他的走势 无论如何 实际上 他们也是可以 呃 就说呃 是有共同点的 或者说是扭绝在一起的 是可以关掉在一个湖里的 这么一个意思 那么呢 呃 这个 说到他的传统 说到苏格兰的历史传统 那么之所以作为北方不列颠 也就是放在一个英美 英国这个大的 所谓不列颠的这么一个 北而南联合王国的这么一个 不列颠的这么一个传统叙事下来看的话 那么这么一个历史 传统 在呃 这个苏格兰 是 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个历史传统 当然了我们在 什么是他的历史传统呢 那么呢 这个 如果我们在 细致解读的话 我觉得呢 呃 大致 我想谈 如下几块内容 那第一块内容就是简单的 历史学的这么一个 呃 这么一个他的 呃 历史学的 他们 他的一个简单的叙述 呃 这个呢 就可以追溯到 呃 从这块来说 可以追溯到最早 呃 呃 的这么一个起源 那苏格兰作为欧洲或者这个 英伦山岛的 这个北方的这么一个 相对呃呃 辽远苦寒的这个边缘之地 那么呢 他 在公元前 比如一两千年 就有一些呃 呃 这个 人的一些活动了 那当然这些人 最早可以追溯到 他是北海中的 投注居民 以及呃 从北欧 维京人 这样 他们呃 在苏格兰的一些 基本的定 呃 这个 农牧生活 或者说他们的 沿海的普遇生活 这是最早的 可以说是苏格兰的 史前史 那么这个史前史呢 呃 就不说了 嗯 那么呢 这随着这些演变呢 当然这个时候 当然和什么英格兰 和欧洲啊 都没有什么联系 那他们最早 可以说是呃 就说是一些蛮族啊 当地的土著啊 属于 聚集 聚集地 对吧 那每一个民族 可以说早说追溯起来 历史追溯起来 都有我们这么一个 呃 一段远古的历史 这个不要多 要不许多说了 对他们来说 比较有 苏格兰比较有 呃 值得说的就是说 呃 他们在这个 公元 也就是说 在公元 八百年之前 基本上都属于 这个卡尔特文明 就当时的呃 呃 北方的一种呃 呃 卡尔特人的一种呃 呃 居住的这么一个文明 那这个文明呢 但是 后来 呃 作为一个苏格兰的王国 这里边的故事 就作为一个苏格兰的王国 这里头的故事 当然就是说 逐渐的呃 就形成了 一些英雄人物 然后 逐渐统一了当地的 那么个部落 那这里头啊 我就最有意思的是 萨斯比亚的小说 大家知道 麦克白 麦克白 他原先的国王是邓肯 那麦克白 这个 这个谋杀了邓肯 他自己当了国王 但后来呢 这个呃 呃 十六年之后 呃 这个 呃 邓肯的孩子 也又重新 打掌了政权 那 这个 麦克白 这个又被 呃 这个 这个 这一个国王 呃 作为一个建筑啊 又被推翻了 真的 那这个 这个历史 当然我觉得值得说 值得说的是这里头啊 值得说的就是什么呢 就苏格兰王国 他呃 产生了有啊 族的 一系列国王 但是产生了之后 这里头有一个和英格兰的关系 那英格兰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 在一零六六年 英格兰原先啊 当然是一个一些土著英格兰人 那么呢 一零六六年这个 我们知道有一个威廉征服的入侵了英格兰 那么 英格兰当然就变成了一个我们所说的英国历史的 那个新的这个 这个 这么一段历史啊 就是我们所说的英国历史 或者英格兰是 威廉入侵英格兰之后所形成的 那么一段 真正的英国的历史 那么 这里头看 相关的这么一个 就是英国的 这种国王 以及他的 普通法 诸如此类的 一个新的对英国的犯罪 那么呢 随着这个 英国的族见 英格兰的族见强大 那么呢 他在1072年呢 这个 这个 威廉啊 就是入侵了苏格兰 当时的 这个 马尔康姆 当时的国王啊 就投降 然后呢 他的 这个 儿子呢 邓肯就是 也被到英 被送到了 英格兰 作为人质 这样的话呢 就 暂时的合并了 这里头啊 就底下的历史 就比较复杂了 我一句话也说不清楚 这里头曾经有过 这个 第一次 第二次的 这么 独立干争 那么呢 就是等于是 英格 苏格兰 企图 从 英格兰那里 独立出来 那么这个 独立出来 这个过程中 那么呢 这个 苏格兰呢 在这个过程中 和英国 和 欧洲的 欧洲的 欧陆的 法国 结盟 但这里头 分分合合的 那些 就是 还 主要是通过一些政治联姻 然后呢 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一个关系 因为 英格兰 英格兰要 用强力 比如 征服了 苏格兰之后 他维持 要为 为了维持统治 一般来说 他要通过婚姻 这个 来加强这种统治关系 那么呢 随着这个 第一代的统治 国王 这个 去世之后 那么呢 底下的 那些 同志 这些贵族 不服从 他们叫 群徒 反抗 那么呢 就会拥戴新的 这些继承人 新的继承人 继承人呢 那么又企图和 法国做一些联姻 对不对 那么和法国 做一些联姻 和法国合作 然后企图 这个 恢复 苏格兰的独立 那么又会引起 英格兰的 重新的 这个 矛盾吧 重新的 这么征服 那英格兰的 征服着英格兰 和法国的 和欧洲的 这么一些战争 这些纠纷 所以这里头 第一次独立战争 第二次独立战争 分分合合 这已经持续 几百年 那这几百年 可以说是 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 恩恩怨怨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这个历史啊 就是说 可以说是 是非常复杂 也正是因为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那么 这里头所形成的 当然就是一种联系 婚姻上的 因缘上的联系 政治的联系 这种法律的 文化的联系 也是越来越强 但是呢 引起所导致的一些 这种 内在的矛盾 仇恨 猜忌 也是越来越 越大 所以这是一个 任何一个事情的两面 那么这里头啊 深入和和之后 这里头 呃 有一个 有一个 这个重要的 呃 事件 就是说 是什么呢 就是在 呃 石头鸭掉王朝 时期 就是说 有个什么样的 呃 事件呢 就是说 等于 说起来 哎 这个比较复杂 所以 在这个 曾经在 呃 可以说是在 一 什么当年 有一段时期 是一个 共主时期 是等于是什么呢 呃 三姆斯 一世 三姆斯 一世和三姆斯 七十 六世 同为一个人 他既是 呃 英格兰的 呃 国王 也是苏格兰的国王 那么 这个时期呢 实际上 等于是 这个国王 是作为 呃 同时呢 是 他统治着 两个国 呃 两个国家 一个是英格兰 一个是苏格兰 那么呢 这个时期呢 就是这个 短暂的 这个时期 是被视为 英格兰 苏格兰 呃 一个 共主时期 就是他们 共同的 具有着 一个国王 但是呢 这个国王 他在两个国家的统治 又都 各自 实行他的统治 也就是说 他的呃 教会 他的呃 议会 他的呃 法律 各自按照 各自的 这个呃 一套体系 来统治 并不是一个 后来的 合并 那么呢 只是说是 一个短暂的 就是 共治时期 那么啊 这个 这个 共主的 这个呃 这个治理 呃 治理时期啊 这个时期呢 就是说 呃 后来呢 又发生了 一些变化 那么随着 我们看到 随着 这个 英国的 光荣革命 之后 在英国的 光荣革命之后呢 那么我们看到 呃 在光荣革命之后 迎来的 玛丽 也 也是 和威廉 这个时候 那么在英国 呃 革命 光荣革命 胜利之后 稳定下来之后 那么呢 到一期 那我们知道 一 呃 一六八九年 英国光荣革命 光荣革命呢 实际上 这个时候 呃 等于是说 迎来的君主 已经是 所以说 呃 是威廉和玛丽了 呃 到了 一七零七年 那么呢 就是 这个时候 英国 呃 就是 苏格兰 就被 合并到 呃 英国 或者说 也不能叫合并 也就是苏格兰和英格兰 共同构成了 不列边 联合王国 他们呢 就真正的在 合并在一起了 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 那在此之后呢 这个国家 就 没有在 这个 分裂过 即便到今天 可能 有些公投 前前前几年 有些公投 但是 也没有通过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 作为 苏格兰的 作为一个王国 在 可以说 在一七零七年 就已经结束了 那么呢 在这里头呢 比如说 在结束之前 这里头最关键的 有两个 一个是 曾经有过一段 共主时期 那么呢 共主时期之后 经过了 英国经过了 光文革命之后 那么呢 英国的这个 立宪君主制 形成了 随着立宪君主制的 形成 那么在英国的 统治逐渐的 稳定之后 因为他的 这个君主 及继承人 同时 又是 血缘上 又是这个 苏格兰的 国 女王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就产生了 两者的 合并 但在关于 两者的 合并 这对于 苏格兰来说 是一个重大的 事情 到底 赞同不赞同 这种合并 但他这个合并 是实际上 是已经 完成了 但是对待 合并这个问题 我们来怎么理解呢 那么呢 在我看来 主要是有 其他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呢 就说 首先是 他有一个历史的 政治血缘和 这个文化的传统 也就是说 他们在合并之前 英格兰和苏格兰 分分合合 打打闹闹 但是毕竟 他们是 随着这个打打闹闹 他们越来越密切的 联系在一起了 他这个传统 是分不开的 正常 你总有我 我总有你一样 这是一个 主要的 有共享的历史传统 第二个原因呢 是这个 经济 就是 英国随着 工业革命 随着 光物革命之后的 稳定 英国的经济贸易 还有工业革命 推进的一些发展 使得英国的经济 一直领先 社会比较繁荣 那么 苏格兰 合并到 英国 那么对苏格兰的经济发展 也起到了 推动作用 起到了这么一个 就是 促进作用 所以这个经济 你刚才说的 一个是历史传统 第二个是经济 第三个呢 就是文化 我们知道 这个 单纯的苏格兰 作为一个北方的 这么一个 民族 原始民族 那么呢 他随着 特意 英格兰的 就是这种 分分合合 尤其是婚姻 血缘 关系的 继承 联姻 等等 还有 为了 统治 曾经 征服过的 苏格兰 那么英国的 一些 大臣 或者贵族 也有很多 迁移到了 苏格兰 那么呢 使得 通过 英国 所带来的 一些 英国的 文化 以及通过英国所带来的 欧洲的 先进的 文化 思想 宗教 逐渐对 这个 苏格兰 也产生了 越来越大的 影响 促进 洗涤 提升的作用 那 与此同时 那 苏格兰 为了 抗拒 英格兰 那么他自己 又和法国 和荷兰 等等 结盟 联系 联姻 所以呢 从自己的角度 又吸收了 法国 欧洲 的一些思想 也说 从英国 这条线索 还有从法国 的这种线索 一起 从思想 文化上 都 促进了 苏格兰的 这么一个 原先 本土思想的 一个提升 和这一个进化 所以说 这一点上 也指的 苏格兰 也需要 对 就是 也有这一种 和英国 合并的 这么一个 文化的诉求 那当然 就是 这是三个 主要的原因 但是呢 即便这样 但是在当时 苏格兰 是否加入到 合并到英国 那么呢 也并不是 全部的 都一致的 赞同 好多的 尤其是当时的 工商阶级 是有着 很大的赞同的 知识界 思想界 也有很多的赞同 主流上赞同 你比如 像 亚当之密 像休默 这些人 那当然 还有一些 工商阶层 一些市民 特别是 城市的市民 这些人 还有一些 官僚 都是赞同的 但是也有 很大的阻力 宗教界 还有 思想界的 文化界的 一些人 也是不赞 因为宗教 我底下会说 因为 英格兰 英格兰的是 这个国教 它是不同于 苏格兰的 长老教的 苏格兰 虽然他们都属于 清教 都属于新教 但是呢 苏格兰的教会 是不同于 英格兰的教会的 和英格兰的 国教是不同的 它是 苏格兰是 加埃文中的 长老会 和英格兰的 这么一个 这个国教 是不同的 所以说 和平在一起 那当然 英格兰 苏格兰的 一些宗教界 是不赞同的 那思想 领域中 那么 有一批 就是 坚持 固守 或者说 偏保守主义的 维系 维系 苏格兰 思想 主体 思想的 民族特性的 一批思想家 或者一些文化人 也是不赞同的 所以呢 这次里头 也有很大的 矛盾和 纷争 但是主流 来说 是赞同的 当然我说的 基于上述的 三个原因 那么 但事实 确实通过 苏格兰 加入到了 英格兰 变成了 不列领 这么一个 国家的 一个部分 那么呢 苏格兰 王国 做一个主体 不再存在了 但做一个 特殊的 特殊的地区 那他当然 底下会说 他会保持的 非常大的 高度的 自治权力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他确实为 苏格兰 带来了 经济的繁荣 和思想的繁荣 经济 我们可以看到 苏格兰 随着这样 有了重大的发展 那么呢 思想也是 和苏格兰 和英格 因加入到英国之后 才推升了 苏格兰的 启蒙思想 启蒙运动 苏格兰的 科学技术的 发明等等 这都是加入到 英国的一些 正面的成果 刚才我谈的是 主要是从历史和政治 这个层面 来谈了一下 苏格兰 他的历史传统 我们就可以通过 我刚才的叙述 尤其是关于 他原先的独自的 作为苏格兰的一个 可以说远古的 这个历史 到和英格兰的 分分合合 到共主时代 到合并 那在这期间 又有着 英国关国革命 以及合并的利弊 这些因素 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们苏格兰 是最终是作为 北方的不列颠 作为英国的 一个重要的部分 但是呢 这个合并 有一个英格 苏格兰 就是合并法案 这法案中 实际上 就是说 是给了 是这个苏格兰 一些重要的 一些特权的 比如 这个特权 是苏格兰 他的议会 虽然不再有 独立的议会了 也不再有 苏格兰的国王了 政治上不再有国王 但是 在英格兰的议会中 苏格兰有 相当的 一部分席位 苏格兰的议会 有一部分的席位 那 更加 关键的是 保持了 在苏格兰 保持了 苏格兰的 原 自己的 原先的法律 法律 体系 法律系统 因为我们知道 在英国 这就涉及到了 这个 苏格兰的法律 制度问题 在英国 英格兰 基本上是普通法 判例法 普通法 那么呢 苏格兰 这个 一直实行的是 大陆法 在 在这个 分分合合的 英国和 和 和苏格兰的 分分合合的 这个 在说 说百年的 几百年的过程中 分历史过程中 那么呢 这个 苏格兰 一直 采取的是 大陆法 使用的是 罗马法 所以呢 这很多的 一代一代的 苏格兰的 法学家 大部分 他们 主要的是 到了 欧洲 到了 法国 到了 意大利 去学习 这种 罗马法 回来呢 就说 在苏格兰 实施的是一种 罗马法的 一种法律制度 那么 在合并之后 这种 苏格兰的 法律 还保持着 它的 罗马法的 这个 这么一个 大陆法的 这么一个体制 但是 由于 从形状来看 虽然苏格兰 保持着 大陆法 有别于 英格兰的 普通法 但是呢 必然 他们 两者 合并在一起了 所以呢 这个 使得 这又使得 因为这 合并在一起了 必然 这有文化交流 一起有 相貌交流 甚至还有一些 政治上的一些 治理关系 那么就会产生一些 法律上的一些 纠纷 就会有一些 要形成法律的 解决方案 那这样 在这种过程中 必然 就使得 这个 苏格兰的法律 就不可能 完全是 标准的 这种大陆法 它又 还是吸收了 或者说 间接的 受到了 英格兰的 普通法的影响 你比 民事的 这个 最高法院 的 这个 裁判权 是 交给了 英格兰的 上医院 而形式的 审判的 最终的 法院的 审判权 还保留在 苏格兰 的自己的 这个 最高法院之中 那么呢 它的 审判 当然是 以 大陆法 大陆 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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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权 为主 也 使用了 这个 这个 呃 庭审的形式 也 不完全是 呃 这种 英格兰的 呃 普通法的 抗辩制 也不是 以 判例 为主 但是呢 它也 吸收了 这些部分 内容 所以 这就使得 在当今 呃 或者在 在当今 苏格兰的 法制界上 最 复杂的 一种 呃 混合的 法律体系 它是一个 当今 最为混合的 这么一个 法律体系 它的主体 可以说是 呃 呃 大陆法 但是呢 它又 兼 吸收了 呃 很多的 普通法的 内容 但毕竟 我们可以看到 总的来说 苏格兰的 它的 法律 从形式上 呃 来说 它还是 保持着 它的传统的 大陆法 大陆 罗马法的 这么一个 呃 呃 法律系统 是有别于 英格兰的 普通法的 这么一个 判立法的 法律系统 这个呢 就是的 呃 就是的 这个 苏格兰的 呃 社会的 因为我们知道 法律 法治 以及法律 它是对一个 社会的塑造 对一个社会的 治安 管理 甚至社会的 经贸 都有着密切联系的 这就使得 因呃 苏格兰的社会的 形态 它的社会的 呃 特征 它的 呃 经贸关系 它的社会治理 方式 呃 它的关于 正义的观念 等等 呃 都是 由于 普通法 和英格兰 与 呃 这个 英格兰 还是有很大的 不同的 这是法律 这一块 那其次 就是说 呃 苏格兰的国教 苏格兰的国教 我们知道 英格兰 它的国教是 呃 这个 圣安宗 或者叫做 是属于呃 既不同于天主教 呃 也不属于呃 这个 这个清教 它是一个呃 呃 新教 这个新教呢 当今的新教呢 当然我们知道 是属于当今的新教有三大新教 一个呢 就是路德的这么一个信义宗 还有一个就是贾尔文的归正宗 还有一个这个英国的这个圣公会 就是圣公宗 那么呢 英国的国教就是呃 看他不来 就是圣呃 就是这个圣公会 圣公宗 那么圣公宗呢 当然他是呃 不同于天主教 因为呃 这个国王是 教会的 但是呢 他的大主教 当然是坎特波雷大主教 当然还有 这这个 这是英国的国教这个系统 那这个英国的国教系统 在英国光革命前后的呃 在英国社会政治的一些关系 那呃 我这不是今天谈的内容 但是我们来说英国 他是有自己的国教 对不对 苏格兰他也是形式上也是有自己的苏格兰的国教 那说着即便到今天合并在之后 苏格兰的这么一个呃叫做国教吧 也依然存在 但是他是长老宗 这个长老宗呢 他不是来自于呃 呃 圣公呃 圣公会 不是来自于英格兰 他是来自于 这个 法国 而来自于这个呃 大陆的加尔文中 是加尔文中的一个呃 这么一个分支 他是呃 加尔文中的一个 在苏格兰的一个分支 那么呢 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宗教体制啊 呃 是属于这个系列 这样的话就和英英格兰和英国的圣公会 就有所不同 那么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苏格兰的宗教和英格兰的宗教 是分出两个 是属于两个 呃 两个宗 但这两个宗呢 又都不是天主教的 又都属于新教的 但是这个新教里头呢 又不是清教的 因为清教徒 无论是在英格兰 在苏格兰 尤其是在英格兰 是受到迫害的 那么呢 这些人后来跑到了美国 这个不说了 所以呢 他们是属于国教 是属于呃 这个国王在这里头占有 是宗教的最高 最高领袖 其次呢 有一些大书教 那么呢 但这里头呢 呃 这个圣公会 和加尔文中 是不同的 但是从欧洲来说 那么 路德教 也是和他们不同啊 他们都属于新教 那么呢 这个 我们就可以看到 因为教会不是 他的教会在 可以说 我说不看了统计 在呃 十九世纪 或者二十世纪 这个时间吧 大致 信仰 这个天主教 啊 信仰这个 这个呃 英国的圣公 是英国国教的 大致有二百四十万 当时呃 信仰这个 苏格兰国教的 呃 天老呃 长老教的 有一百四十万 那是现在的 但是当时也是 可以说 从苏格兰来说 大体上 在苏格兰 百分之七十的人 是信仰的 呃 苏格兰的国教 当然其外 还有信仰天主教的 当然有犹太教的 还有些 清教的 总来说 是这么一个情况 让他的教义啊 他的这个 呃 其他的一些 涉及到会影响到宗教 会影响到 甚至这里头 特别是影响到大学 所以说这里头的大学 因为我们知道 欧洲呃 的大学是和欧洲的教会 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所以我这里就从宗教 说到了大学 我们知道这个 呃 这个 英国当然大家知道 有呃 他的这个呃 有些重要的大学 都历史悠久 呃 所谓建桥大学 呃 牛津大学 呃 等等 对吧 但主要是这两个大学 是最好的大学 大家都知道 实际上呢 如果追溯历史的话呢 那么 苏格兰也有 据说有四个 好大学 也是历史悠久的 那么 例如 你想埃里茂大学 格拉斯格大学 尤其是圣安德鲁斯大学 都是 产生在 这个 什么呢 都是产生在 就是十六世纪 十五世纪 十六世纪 十七世纪 他们的这些大学的 呃 这个呃 这个 形成 创立 都给 苏格兰 的宗教 都有密切的联系 你比如 这个 英国可以说是最早的 圣安德鲁斯大学 他就 呃 创校于 十五世纪 十六世纪 这个时代 因为他当时是 呃 宗教 改革运动 呃 这个也就是天主教 后来被 因为他原先最早说 天主教影响 被 这个 呃 新教 呃 发生了一些呃 改革 那么这里头 一些天主教的一些人 一些教呃 牧师 党老 他们 跑到了呃 这个一个 当时非常偏远的 安德鲁斯一个小镇 沿海的 那么呢 他们 呃 建立了一个小呃 一些的小型的这种呃 呃 呃 一些呃 就是信仰的一个 呃 这么一些 讲经信仰的这么一个小的 团体 后来 逐渐 组成了 安德鲁斯大学 所以 圣安德鲁斯大学 那么 埃丁堡大学 当然 埃丁堡是 作为 呃 可以说是 苏格兰的 呃 呃 首府 那么呢 他与苏格兰的王室 与苏格兰的 政治 呃 教会 都有密切的联系 所以 埃丁堡大学 他也与宗教 呃 就苏格兰教会 与苏格兰的王室 都有密切的联系 那么他也是非常历史 非常悠久的 那 格兰奎克大学 大概想到格兰奎克大学 就是 亚当之密成功在此 呃 教学的 对不对 那么呢 亚当之密大学 当然 给教会有关 他 但是他 更像是 呃 更更多元化一些 更轻重于科技一些 那我呢 就是在 在这天 我赚了这几个大学 这几个大学 是各有特点 都是历史悠久 要说 他们 经常说 英国当然有 好大学 大家说起来 有那么 有那么五六 好大学 除了牛津 呃 剑桥之外 实际上 埃丽玛大学 格兰 格兰 格兰斯哥大学 和圣安德鲁斯大学 那么 他们 这几个大学 是在英国 都是 全民集体超前的 而且都是历史悠久 而且 都是 偏人文的 除了 格兰斯哥大学 可以说 相对来说 自然科学 像建筑学 呃 自然科学 呃 这个也 强之外 那么 他们的 神学 呃 这个 哲学 宗教 历史 呃 经济 这些 都是他们的 强项 都是在全世界 也非常有名的 因为他们保持着 他的历史传统 而且有些学科 是 非常 可以说是 在世界上 都是非常独特的 很多去 很多内容是 很多资料 原始的一些资料 相关的资料 都在那里 要研究相关的问题 那么呢 那地方是 资料最丰富 而且是第一手资料 所以总的来说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 苏格兰 他 这么 一块地方 也就是 呃 现在是五百万人 当时 也就是几百万人 那么呢 二三百万人 那么呢 呃 那么在这个历史过程中 他们创造了 你看嘛 有这么多好大学 对不对 而且呢 创造了这么多的思想文化 历史传统 确实 是值得 让人 这个 散叹的 我这次到了 到这里上来之后啊 啊 赚了一圈 我 虽然有点阴冷 阴语绵绵 但是我还有一个独特感受 就觉得 那地方就没有啊 呃 黑人几乎没有 很少 呃 伊斯兰人也很少 华人也不多 所以基本上是一个 非常 纯粹的 安全的 而且是 呃 民风 呃 这个 淳朴的 呃 这么一个地方 呃 城市不大 但是非常的悠久 充满了那种思想的 呃 神学的这么一些气息 翻到去之后 你又使人产生 遐想 呃 感受到那种古老的那种 思想的那么一种 呃 那么一个 这种古老的这种思想的 这个清运吧 感觉非常的呃 有味道 呃 所以我 我大致上 这个 刚才我是经常谈了呃 呃 苏格兰的 他的 法律 与苏格兰的法律相关呢 谈了苏格兰的这么一个呃 国教 对吧 那苏格兰的这个教会 那 与苏格兰教会相关联的 就谈到了苏格兰的大学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这个 这一些都是 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因为他的呃 一个社会的形成啊 他一个历史传统的塑造啊 他不是只是刀枪 也不是只是呃 这个 政治权力的纵红百合 那么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苏格兰 当然 我们说到他的历史传统 除了他的政治 经贸之外 他这里头还有啊 三个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要是由尤其是对比中国来说 呃 是更加凸显的三个呃 我们非常缺乏的因素 他构成了 他们这个呃 历史传统的一些独特的 但是又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第一个呢 就是他的宗教 就说 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们都是以宗教立国 因为当时这些 无论王子 呃 对吧 呃 他为呃 这些王子的变化 为什么这些分分合合 都是 给着这个 这个继承人 国王信仰 什么样的 教 相关 因为我们知道英国光文革命 乃至 苏格 呃 苏格兰的一些呃 国王究竟是信仰天主教 还是 新教 为了这个才产生了一系列的纠纷战争 所以说是宗教立国 他是为了一种 他是以这一点上和呃和这个呃中国就不一样了 呃我们中国哪有以宗教立国的 对不对 立了国之后 在在在神道设就好 在设立一些宗教 那个这个宗教是就是在权力在强杆之下了 或者在呃呃是是强权之下了 但是 苏格兰他是以宗教立国 大家维系的 真真争取的和维系的供奉的信奉的 何种宗教 这一点上是非常关键的 所以说他的历史传统 比他的宗教 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英国 无论是英格兰和苏格兰 他都最终是国教立国 这一点上是很清楚的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头就会产生他的呃 宗教的变革革命运动 宗教的改革运动等等 呃这个就是说 总来说我说第一个是宗教 第二个呢 就是法律 那立国的基础 或者说这个国家 以宗教立国 但是立国的基础 不是人权统治 他是 政教分离的 他是法律 统治 是法的统治 这就涉及到了这个国家的这个治理方式 是法治 所以说这个法律 当然这个法律 你可以是普通法 也可以是大陆法 或者说 罗马法 但是无论怎么说 法的统治 而不是权力 而不是这种行政命令 而不是个人的主观的意志 强权来统治 是法律的统治 我觉得这一点上又是苏格兰的一个主要的特色 但英格兰也是这样 但英格兰是普通法 苏格兰是 罗马法 但这个罗马法又不是完全大陆的罗马法 它是一个符合的 综合的 受到了普通法很多影响的 这么一个法律 但毕竟它是 罗马法 所以呢 第二个因素就是法律的统治 法律在这里头最关重要 在这个国家 在这个社会传统中 这是第二个因素 强权第一个因素是宗教 第二个因素是法律 第三个呢 就是大学 大学不是 简单我们说的 中国语上的大学 象牙之塔 或者只是为 国家 或者为 统治者提供一些 官吏 这个大学 它是知识 它是文化 它是社会 的一种提升 它是那些大学独立自治 对不对 它是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它是整个社会 文明的象征 而且又提高反腐文明 它把社会的文明文化 聚焦在这 在大学里 但是通过培养一代一代的学子 然后 又使得他们 到社会中 变成社会的推进作用 所以说它的大学 非常发达 就使得它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 文化知识的传播 甚至科技的发达 这些方面 都是与大学 为中心 这个 就是 为中心 为枢纽 推动起来的 所以我们看到 小小的 这个苏格兰 从我们看来 几百万人 这么一块地方 像中国的一个省都不到 但是还有如此之 这么一个悠久 而且 这么一个 这个 这么一个高水准的大学 这么一批 那么呢 这些大学 是变成了各个 这个中心 各个 城市 的文化 文明的中心 所以说我也觉得 宗教 当然我谁说可见的 教堂 对吧 法律 我们在生活中 我们生活中 可以看到 四十个个在 活着法律 在运行 在解决社会判例 解决纠纷 提供社会秩序 提供道德 的基础 提供这么 人际关系的 这种行为规则 法律 那么呢 还有大学 提供知识 提供文明 提供这种观念 提供这么一个 新的思想 那么提供历史的 这种传统的 维系 等等 这三个因素 我觉得 是苏格兰 非常凸显的 在他的这个 我们到了苏格兰 感受到苏格兰的 这么一个氛围 那么这三个因素 是可见的 又都是不可见的 那我们看到他的大学 那就像他的教堂一样 那这是非常建设的 图书馆 资料室 他的建筑 他的外边的草地 他整个的一些雕塑 这些东西 我们随便等等 去看看 人感觉是这个社会的 最大的精神财富之所在 实际上他也是物质财富之所在 大量的金钱 大量的经费 用在这地方 所以说我就可以看到 这三者 才使得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 他如此的生机勃勃 所以我觉得 这一点是我们了解 苏格兰思想和文化中 背后的制度基础 谈一个国家 谈一个社会 谈他的思想 要有背后的制度 那宗教他这种制度 那法律不用说 也这种制度 大学也这种制度 他有了一种内在的制度 这种制度又是一个非常良性的制度 那么呢 由此产生的 在这个基础上 那么产生出来的一些思想 文化的这么一个成果 他就开放出来 他就会自然的产生出一些伟大的成果 那么这些伟大的成果 我觉得积淀了 他通过几百年的积淀 一夜突然之间 可以说 也是在这个 苏格兰启蒙思想 也在18世纪 19世纪 这么三四十年 这么一个时间段 突然爆发了 这是一个伟大的爆发 但这一点上 我觉得有 我在一次范皮中和 上海的一个经济学家 朱小平 我们沟通此次的时候 他也展叹 他说 说起来啊 苏格兰 这个历史啊 到现在 一直非常悠久啊 但是 苏格兰 他有个特点 就是 他就在这个时间段 苏格兰启蒙思想 前后 这么几十年 可以说一两代人 创造出最辉煌的文化 和思想 当然包括科技 那在此之前 没有 只是在培育 在此之后呢 也就变成正常了 那之后 连到19世纪 下半叶 到20世纪 苏格兰思想 苏格兰文化 也就一般 也没有产生出 什么特别的 了不得的东西了 但是 他就 这一段时间 却是为人类历史 人类文明 就燃烧了这么一次 这一次就非常的辉煌 此前和此后 大体上就比在 当然比中国要好 但是呢 至少来说 在欧洲 在英美 这个大普系中 也就 也就跟其他地方 没什么太大区别 但是 这个一两代人的 这段时间 可以说浓缩了 苏格兰 这么一个历史的精华 跟着一夜之间爆发了 那么 这个是非常灿烂 但是呢 确实也有遗憾的是 也是非常灿烂 第二次就没有 第二次再爆发 对不对 在此之后 但年龄岁岁会产生 苏格兰也总是会产生 一些大思想家 对吧 或者是大学者 政治家 这也都有 零星的 但是 没有这么个群星灿烂 没有这个形成的一个 统一的 综合性的这种 扩展式的影响 这也是一个特征 好吧 那总的来说呢 我今天大体上 谈了这个 他的这个 苏格兰的 基本的历史 这个历史 我谈得不太好 因为这个硕字 我记不住 人名啊 故事啊 我不擅长 这个记不住 没背 没有背课 所以呢 谈了他的大致的历史 也就是说 和英格兰的 分分合合 对吧 大家有兴趣了 可以直接读一点具体的 他的历史书 那这样的话 比我要说的清楚多了 那第二个呢 重点我谈了一下 是他的这个 历史传统 这个就不是一个 简单的历史故事了 这里是涉及到了 他的 这个 政治上的这么一个 结构问题 对到了 他和 这个 苏格兰和英格兰合并之后的 得知问题 但我是赞同 主流看法的 当然合并是对 苏格兰说是一个重要的 积极性的事情 对不对 合并在一起 确实苏格兰 精神焕发了 可以说 对吧 确实是 他的 后来才爆发出了 这么一系列的成果 而此的这个 苏格兰的历史改写了 重新进入一个新的轨道了 当然这轨道并不是对 苏格兰过去完全遗忘了 是 是一个递进 是吧 那么呢 这是 一块 还有一块呢 我重点谈了就是 苏格兰思想文化的基础 这包括三个部分 他的宗教 他的法律 和他的大学 那这三个方面 我特别谈了 他们结合在一起 作为一种制度 使得苏格兰的 而且更主要的是 贯穿其中的 是 这里头是 一个内在的 就是一个 自由主义的 这么一个精髓 是一个 自由主义 之前的自由主义 或者叫保守的 自由主义的 这么一个精髓 什么叫做自由主义 之前的自由主义呢 说自由主义 作为一个称号 实际上是 十九世纪 下半夜 才有了 叫自由主义 所以说 以前没有自由主义 这么一个说辞 不知道什么叫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是 十九世纪末 才产生了 这么一个说法 那实际上 自由主义 不是说有了 这个说法 之后才有 自由主义 那自由主义 这个词汇 之前 实际上 在17 18世纪 或者 这个时候 自由主义 就已经是 富有生命力的 成长起来了 那么呢 这个时期实际上恰恰是自由主义最富有生命的 它的本色 它的底色 也在此 那 在此呢 当然它是英国 英格兰和苏格兰 共同塑造的 那么呢 但其中 苏格兰思想 启蒙 苏格兰启蒙思想 那这里头 是自由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源头 哈伊克也曾指出过 好多人也都指出过 那么呢 有人把它视为保守主义 但是我认为 保守主义 是不能全面概括的它 因为它是一个眼镜主义 它是自由主义 是偏保守的自由主义 或者叫保守的自由主义 最好 或者叫古典的自由主义 这一点上 是更好一些 你要说完全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 在十九世纪的 欧陆 也就是大陆 那个保守主义 实际上是一个贬义词 并不好的 是一个旧制度 相联系的 英国的保守主义 它是自由主义的 所以说 我们独特要理解 英国的保守主义和 欧洲大陆的保守主义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 但是英国的保守主义 就是自由主义 所以说 这里头 关上了其中的 又是一个自由主义的 一个生长发展的历史 尤其是在 自由主义 作为这个称号之前 这个自由主义 才更加的灿烂 更加的本色 那到了自由 到了19世纪 20世纪 那自由主义 实际上已经 偏 保守主义色彩 越来越弱了 那 偏激进主义了 甚至偏社会主义了 那所以才有后来的 偏平等的自由主义呢 以及 这些 而这演出出来的东西 那咱就不说了 但总的来说 我觉得 这么一个 保守的自由主义 或英国保守主义的 贯穿起来的 苏格兰的思想 那么呢 这是 一个 我明天要谈的主要内容 那它 它的背景 它的基础 是我今天错过 给大家勾勒的 这些内容 好吧 谢谢大家 我今天就讲这么多